众所周知,娱乐圈是一个非常靠资本的圈子,有的艺人被靠资本,有人捧,有数不尽的营销号满世界安利,还能获得最好的资源等等,甚至还会经常登上主流媒体。 但好像除了他们的粉丝,路人并没有感受到他们到底有多优秀,也没有感受到他们对行业与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,但他们反而在资本的助力下一个比一个活跃,而这些艺人就是大家统称的资源嘎,他们在资本的助力下确实可以拿到好的角色,好的资源,但在自身不优秀的情况下,结果也是显然意见的,拍的剧一部都火不起来,爆款更是一个都没有,不可阻挡,可以说贯穿了肖战的资源。 成长过程,虽然他没有资源嘎那么的滋润,但他所拥有的是几千万粉丝的坚定陪伴与支持,这是那些资源嘎不可能做到的,因为几千万粉丝,都是因为肖战自身的优秀才喜爱上的他,甚至很多都是第一次追星,也是第一次喜爱上一位偶像,所以,哪怕资本如何的出招,肖战粉丝们也不会给那些资源嘎们分一点眼神,因为见过肖战的优秀后, 粉丝们对那些所谓的热搜,影视剧,综艺,可以说都没了兴趣,大家对于娱乐圈的热情,似乎也都在资本造成的风雨中消耗殆尽,只有肖战能用他的笑容,将大家的热情再次点燃。 这也是为什么资源嘎连连受挫,肖战却以耀眼的成绩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,从陈情令的95亿播放量,到斗罗大陆的55亿播放量,再到如梦之梦的一票难求,以及品牌直播观看人数几百万,都能完整地体现出肖战那与众不同的惊人成就,作为一名以自身为基础的优秀本土青年偶像,肖战真正的重心,其实是始终放在作品上的, 这也是为什么他每一次的演出,每一次的作品上映,都能收获到如前辈,观众,粉丝们的一致称赞,而时至今日,越来越优秀的肖战,也早已成为了大家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。